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知应得的工作 就是你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人 你看像我是欣岳老师 我一年教七八百的学生嘛 不只因为我教两个年纪 我也会影响一千多个人 那一千多个人里面 只要有大概五十个人被我影响 对吧 对啊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带来的效益是很大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留学 留美的学长姐的经验分享讲座 那我们今天欢迎到Cora 耶 嗨 那Cora因为Cora在LA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 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进行 然后Cora你要讲一下说 你是在哪边毕业念什么学位 我是去年在Cornbill College Chicago毕业 那我读的是配乐 Music Compensation for a Screen 那我们这个系列主要就是会请毕业的学长姐分享一些 我们列一些问题 然后请这个学长姐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 应该算是六个问题 但是前两个问题是比较有延续性的 所以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问Cora是说 你在学校攻读的学位是主要是做什么 然后花了多少时间拿到学位 我们学校是配乐的学程是叫MFA 就是Master of Fine Arts 所以我们必须要读两年 可是就是两年内一定要毕业 如果你两年没有拿到学位就没了 所以你如果两年又多一个月 这样就不行不行 因为就是我们最后会有一个LA的实习 所以如果你在之前没有办法完成 就没有办法来这边实习 那你实习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LA的实习是你这个program的一部分 对就是你一定要最后你一定要找到实习 然后你一定要就是来这边这样 所以你的LA实习是包含在你两年里面 对所以其实我们正常来算 应该是两年多几个月 就是比一般的学位多几个月这样 所以我们叫MFA 那这样的话 OK那这样的话 你最后在LA的部分的话 你还有办法回来 就是你还要回来参加毕业典礼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会先五月就是跟大家一起毕业典礼嘛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学校还没结束 我们就是会去参加毕业典礼 可是我们就来这边还是继续上学 然后就是等到你实习结束以后 才会有一个正式我们自己的program的毕业这样 所以大家都去LA了吗 还是有人去别的地方 一定要来LA 应该说我们这个program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program 算是现在是一个卖点嘛 就是说只收我们一年只收12个人 然后就是所以是非常小班制 因为我那时候会选择我们学校的原因也是因为 就是像MYU或者USC他们都很多人 就是同样是配乐的硕士 可是他们一个班很大 就是可能20个吧20 30个吧 我不确定多少 对可是像我们学校的卖点就是 人很少只有12个人 对所以就很好啊就是很多资源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主要卖我们这个master program 所以他们就是全部资源都给我们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蛮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芝加哥两年玩嘛 玩完以后再去LA玩 每个中西部还有西岸都待过这样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嘛 而且我们学校其实比MYU跟USC便宜很多 哦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算什么有名的大校嘛 就是应该说抬头没有那么好 可是就是我觉得资源什么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相对年轻吧 然后相对就是也是刚开始这样 然后因为在我之前其实台湾人不多 我只有三个台湾人的学长姐吧 我目前知道的 你说你们那12个人里面吗 还是说之前的前几届的前几届的 因为那时候其实关于配乐的讯息台湾很少 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很多人想要念配乐嘛 可是前应该说前五年内 其实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资讯 然后其实美国也是美国有这个学程的 就是那几间学校而已 所以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时候 就是觉得我要选甜蜜的了 我要两边都玩完了对 这样也是蛮好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 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校真的 提供蛮多东西的 然后又是便宜 然后对 然后相对资源也是很好这样 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 有点算是衔接第一个问题 要问Tora是说 你在学位的期间大概学了些什么 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是你觉得很值得提的事件 学位其间因为我们的学位名称叫 Music Composition for the Screen 所以是任何有用的像游戏啊或者是商业广告 就是任何或者甚至是互动3D什么VR 我们都可以做 所以其实我们学的东西其实是有点杂 可是我们两年都还是有配电影的这个课 对 然后主要还是有这个课 这个课是必修 应该是说我们所有的课都是必修 我们没有所谓的选修 是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嘛 对 对 然后学到的东西我会觉得 应该是说我们的主任在选人的时候 他希望这12个人呢都是很不同的背景 所以像我们班 像我是很传统古典乐上来的嘛 就是我这辈子都在拉琴 对 可是像我们班就有人是爵士乐上来的背景 也有人是专门都在做游戏那种 那种电子音乐的 就是我们班 各个人的背景都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觉得其实来这边学到最多都是 跟同班的同学 对 因为大家的背景很不一样 然后学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说 因为其实很包容万象 就是你知道配乐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样的音乐你都要会做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常常会弄就是软体啊 搞电脑音乐这种东西 可是像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已经本来就很会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觉得比较大的课题 是他们要录音比如说录现场音乐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很大的障碍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说每个人来都是有不同背景 然后想要学的东西都可以学到一点这样 所以你在学位的期间就算是学到使用软体的这个部分 对我来说因为我就是零的嘛 因为你原本是音乐系嘛对不对 对 所以因为我的从小到大训练就是我们都是用鞋的嘛 可是我到现在以后还是用鞋的 就是还蛮常用鞋的 这是一个很老的方法 现在全配乐的人 我应该只知道全会的人是吧 就是其他配乐家大家都是用电脑写的 对啊 对啊 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还蛮辛苦第一年的时候 对 可是就是之后慢慢就有越来越好 嗯 选不同的背景也是为了要 是你们有一个比如说大家要一起做的project还是什么吗 所以才要大家是不同的背景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每个礼拜上课的时候 每一堂课会有一个主题 比如说好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个游戏的主旋律之类的 就是每一堂课会有一个规定的作业 然后你回家就是下个礼拜你就生出来 然后播给大家听 所以压力很大的其实 然后我一开始几个礼拜我都觉得 哇我做的东西好烂啊 就是真的 就跟其他同学差很多 可是慢慢的长年内我觉得主任有 会想办法让大家都调整到差不多的程度 就是在你毕业前大家都会差不多厉害这样 哦 对 那感觉你应该觉得自己成长很多这样子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说我本来也不是作曲的嘛 对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有很大的成长 可是可能对我们班有一些同学 他们已经在业界工作了好几年 像我有个中国同学他是在中国做了好几年才来的 他就觉得他学到的没有像我那么多 嗯 对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要问 你问博瑞拉是说当初为何决定来美国念这个学位 而不是在台湾念这样一个学位 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大理性的硕士 那其实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很想要继续在网上了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台湾有类似的学位吗 有可是是很在我出来那几年的时候才开始的 我记得中国科大吗还有中央有一个学程 可是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是学程 他们不是一个教授 然后像我们学校北一大也有一个流行音乐之类的学程 对 那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宣传配乐这个东西 对 对 然后就觉得很新嘛 然后很新奇然后大家都很想要学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是来之前 我那时候因为我就是教书教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我想要再充电 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就觉得啊 这个东西一直都是想要做的事情吧 那就觉得既然要出去的 要既然要念这个那就干脆直接出去看看这样 你们系上的老师其实普遍的人都是有留学经验的吗 你是说我原本你的音乐系吗 对对对对 我说原本在台湾 在台湾如果你没有硕士或博士以上 我想如果要在音乐系教书应该是很难 而且大家都是留学欧洲留学北国的 我很少看到是土博士 然后至少在我们北一大或者是高师大都没有 所以这样你觉得你算是自己想说要出国念 还是说你有被系上的老师影响说要出国念书 我觉得都有欸一半一半 因为那时候其实像我自己的读修老师是说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出来念书 就是说虽然可能这怎么讲 可能经济上可能会买合 因为就是你出来真的是喷钱嘛对吧 可是就是你学到东西是很宝贵的 就是你可能怎么说你自己应该也知道 你自己也是留学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只有你学事上 你就学到像你在这边买菜 你在这边的生活 你在一直能打理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多东西是 这些经验是很难在台湾得到的 对然后有另外一部分是 应该是说就是现在普遍来说的话 就是还是出来的资源会比较多 因为你在台湾像我同学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还继续念 像台大或者是北异的博士嘛 博士班就是同样也都是要花四五年的时间 那我就觉得那既然你都是要花同样的时间 那如果有刚好就是有这个时间有这个钱 其实如果刚好又可以找到钱的话 那出来很好啊 我自己觉得吧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反正花同样的时间 那不如我在美国念这样子 因为在台湾 我知道台大一般念博士也是很久吧 对啊应该也是差不多时间吧 应该是说就是那时候很想要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嘛 接下来要进入问题三 是要请问Cora说 你最喜欢学校的比如说人事物什么 然后或者是芝加哥你喜欢什么 我们学校人数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很小的学校 所以其实社会上真的没有比一般大学好 我们学校最厉害就是一个小小studio 我觉得老师是都很年轻然后非常非常的用心 然后像我们最后LA实习 我们都可以跟到很多很大咖很大咖的 这边的好莱坞的一线的配乐家上课 对然后像我那时候想要实习 我就是很希望可以跟John Paul实习 John Paul他有做过迅荣高手 就是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然后Shrek 史瑞克 我们老板做很多动画 我那时候很想要跟他实习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拜托我们主任说 可不可以帮忙签线这样子 然后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帮我签到线 所以后来我就去那边实习这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学校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学校 会想尽办法给你最好的资源 就是大家都很用心 然后真的很想要帮你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老师会不会想要帮忙 学生完成他们想要的事情 对然后像我现在就是想要申请什么东西 我都还是回去请我们老师帮忙 然后甚至我已经毕业一年了 我们老师都还就是前阵子还害我 就是帮他拉一段音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就是我们学校 因为很小嘛 所以师生的连结是很强的 然后我们学长给我们学历内结都很close 对 老师有一个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要你要在美国就是你要想要什么要讲 然后老师才会帮你这样 对可是真的就是你只要想 然后你只要就有开口 真的就是有可能很成真 真的我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真的很棒 因为我知道就是像有一些学校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可能老校 那老师虽然也是很厉害 可是他们可能跟学生上就没有 会有比较是老师跟学生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真的是很close 因为老师也很年轻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就有点像朋友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是让我们 只要一般上学老师都叫我们是college 我们都不是学生这样 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好 那像因为你们就学校在芝加哥吗 你有特别喜欢芝加哥的什么东西吗 我那时候个人吗 我很喜欢那个Art Institute 哦Art Institute 对然后我很喜欢去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是有 你是说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吗 还是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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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个嘛 是Art Institute的对面那个吗 你是讲那个吗 Millennium Park旁边 要走一个在Jackson那边 就是一個很醜 就是全世界最醜的建築物 你可以搜尋 對 而且臭臭張張 裡面很多家庭 可是我很喜歡 就是因為它就是一個寶 因為它很多很舊的很老的書啊 就是其實都沒有人會去翻的東西 可是真的很很棒 就是一個藏寶的地方這樣子 對 我到現在你看我的那個都還留著 我的圖書塔 然後我借我的書沒有還 好像欠了一年多吧 然後被罰錢 最後也就突然說不用還了 我就覺得好好啊 這個圖書館 對啊 不錯 大推 就是如果你是有時間 可以長期留在芝加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然後我記得她的書可以一直接 一直接一直接 所以我一個人輸寄了一年多 哦 學弟妹可以多多去利用這個公共圖書館 因為它有些譜真是老到不行 就是老到那個葉都已經掉了 然後那個味道你都覺得可能放了紙板一點 之類這樣吧 因為那個譜也沒有人會去看的 可是就是你買也買不到了這些東西 然後你去借你就可以無限借這樣 我覺得很棒 我現在也是在LA的圖書館也是啊 就是每天 你看我這個譜 我從1月借到現在的無限借 因為現在也不用還 因為圖書館沒開 那你是一個很有善用公共資源的人 一定要啊 我覺得這邊就是其實公共資源很多耶 我還真的還沒有去過 就是公共圖書館借過書 就是我只有跟我們學校借 因為我們學校很小 所以我們圖書館收藏很有限 就是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我知道這邊都會有那種管紀合作 然後他們就是什麼 比如說圖書館有那個書 它就從那裡調過來 然後你就方便你在學校拿 類似這種感覺 也是有 可是因為我們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住很近啊 就離Jackson很近 因為我走路圖書館了三分鐘 哦 這麼近哦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就直接去圖書館就好啊 對啊 對啊 因為就是真的是 我覺得這就是需要 如果你真的要鼓勵人 你就要自己去做 對 對啊 很好 我們這邊等下就打一個slogan 在那個 CORRA 好 那我們第四個問題要問CORRA是說 像畢業之後你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你決定待在美國工作 應該是說就是那時候覺得學得到東西還是有限 然後希望能夠真的在業界看一看 因為就是既然已經來了LA嘛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再多接觸 然後看更多東西 不過像你去LA的時候你也算是 其實那是還沒有結束嘛 還沒畢業 你算是早開始接觸 就是可能也許業界一些東西 對 可是應該是說你真正在這邊工作 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就是畢竟學校還是學校嘛 就是學校給你的東西還是有限 那你真正在這邊工作 然後環境是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真的是來了以後才 真的學到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來了之後就是當你待了一陣子 你會越來越加深 你想要待在美國的工作的念頭這樣子嗎 嗯 也不是說加深 因為其實我的目標是 就是哪一天我真的可以 就是真的在家工作 完全不用出去社交 然後我在哪裡都可以回去臺灣 開自己的工作 哪一天我真的得了奧斯卡 對吧 我在哪裡都有人能夠做工作 對吧 對對 對啊 像那個Sakamoto 版本龍衣 他不是就是 他有時候在日本 有時候在紐約 可是他都可以接到 很大的製作電影 對吧 對啊 那我當然也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就回到臺灣 對吧 或者是去哪個地方 然後我有特別工作室 可是我可以接全世界的工作 嗯 對啊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那我覺得 因為我是剛開始 嘗試就是走配樂這條路 那我覺得剛開始 還是要先打人脈嘛 就是還是要先去多認識 其他就是可以合作的公司 或者是導演 然後也順便可以知道一下 他這邊的環境是怎麼樣的 對那如果很幸運可以真的找到 可以長期合作的對象 那當然就是最好這樣 我覺得人脈確實在美國還蠻重要的 就是介紹 因為在全世界都很重要 因為在台灣也很多 因為在 在 我就是覺得 尤其是美國 我的感覺是 也許你就是一封信過去的話 那可能就是 我總覺得就是 比如說美國 舉個例子 想說教授 然後聯絡另外一個教授 然後通常就是 因為他們信任 信任這個人 所以介紹過去的人 通常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 可是有時候 也許在 可能台灣有時候 會出現體制的問題 然後可能就是 也許人脈 就是可能 那個好像就變成說 你要是剛好那個 你是在那個下面的 門派的人 那可能是比較有效 但是美國好像感覺就是 通常就是 對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是講能力 就是他雖然是 也是要靠人脈 可是你被介紹 如果你的能力夠好 他們還是會 會考慮你 可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要看有沒有跟對人 這是一個 然後有一部分也是 啊好黑暗 你講到這個 就是我覺得在台灣 還是有時候是比較是 要靠知名度吧 就是你真的要 然後做一些廣告 或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你 可是在美國是 就是只要有 你找到對的人 然後有能夠介紹 那你能力夠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證明你自己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就可以發揮你 那個大屎小魚的 的案例 對 就是 對 在台灣 你可能是一個 小小池子裡的大魚 也不算大魚 中魚 對 可是 可是你來美國 你就是大池裡的小小魚 對吧 所以你在台灣 你是 你就是Nobody 對吧 可是你來美國 你雖然是Nobody 可是你可以 Be somebody 就是你只要自己爽 好 自己開心 你想要做什麼事 然後你想要去做 你講 問就是 ask for help 然後真的有一天 你就可以做 我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好 對 就是在美國 就是只要你願意 就是真的是都可以 只是會很辛苦 對 都很辛苦 可是 可是你願意的話 就可能說是什麼 比較有舞台吧 我覺得 嗯 就是你在台灣 如果你說 像自己說 你要開工作是什麼 都很難啦 其實在這邊開工作 也都很難 應該是說 如果是性質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相較是 即使像 如果我在台灣 我跟我媽說 我要開一個配樂工作 是我要自己在家裡 然後玩弄什麼 我媽一定會說你瘋了 我在美國是 我想要做什麼事 那我就想去做 然後我就做 然後有一天 就真的可能 就會變成什麼 這樣 這樣講真的很奇怪 我不知道 然後 對啊 不是 我是覺得 感覺是那樣的錯啦 因為好處是 就是大家都說 有什麼種族歧視啊什麼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就是我反而覺得 這是優勢 我反而覺得 我現在是一個 亞洲人的面孔 然後我是女生 我反而覺得 我現在在這邊是優勢 就是我 我來的這一年 我所有申請的東西 我全部都上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 他們需要一個 diversity 就是這樣講 所以對啊 如果是說diversity的話 這樣確實是一個優勢 對 因為我覺得 你看我在臺灣 就大家都長 都大家都是黃皮膚嘛 黑眼睛 對吧 對啊 可是我在這邊 莫名其妙 我也沒做什麼事 我就變成一個diversity 對啊 對啊你就stand out 就是因為他 他如果要選幾個亞洲人 你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對 然後他們也會覺得 喔你很特色 因為你是 就是不同的background 然後你做的東西 就是很特色這樣子 嗯 對啊 我就覺得 欸 好像是 反而是一個優勢嗎 我覺得是 音樂系的同學 聽到這邊就感覺 充滿了希望 呵呵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 亞洲人比較會拉琴 欸 可是我真的覺得 亞洲人比較會拉琴 應該說我們在這方面 就是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我們比較在意某些細節嗎 還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 你是說訓練的過程 比較在意某些細節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訓練 還是很紮實的 就是在古典樂上面 因為像我們 如果是像我是從小 音樂班上來的話 我們市場聽寫啊 試圖 其實都是 就是這樣子一路上去的嘛 可是在美國 他們 就我知道 美國要讀音樂系 其實他們並沒有所謂 真的什麼 什麼音樂班 他們就是去讀一個 Preschool 像什麼朱利亞 開Preschool嘛 那你就去讀 可能也是六日 去上一下課這樣子 然後你就上音樂系 所以他們的底子 我覺得跟我們還是有差 因為就是 像我們 我們有一堂課是指揮課 我們每堂課都要試圖 然後唱歌嘛 那對我來說就是 piece of cake 因為我之前在樂團工作過嘛 對 然後可是 我們班有很多 雖然是音樂系上來的 或者是可能是有學音樂上來的 可是他們事譜真的好差啊 美國人 對 就是我覺得 真的台灣的訓練還是很紮實的 應該說亞洲的訓練吧 我覺得像中國的 中國來的 然後韓國的 和日本的都很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自信 沒錯 很好 好的 那我們 先來到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要問Cora說 就是根據你自己的經驗 然後你可能會給 來美國留學的學生 或者是說 他本來就是音樂系 然後他這樣 音樂系的學生來美國留學 你可能會有什麼建議給他 嗯 我覺得是 看你想不想要留下來 如果你想要回去台灣的話 就是還是台灣的人脈不要放掉 就是還是在這邊留學期間 還是要想辦法跟台灣的業界啊 或者是跟你原本的工作 保持好關係 對吧 就是不要短斷你的人脈 對 那如果你是決定要留下來的話 就是請先存好錢 我就說存好錢不是只有學費 就是還有你之後在這邊的 第一年第二年的生活費 你都要真的是要家底購後存好錢 或者是爸媽可以幫忙 或者是你有老公或男朋友 可以支持 在經濟下 因為這真的是一個很 你要舉個例子 就是說他們可能要概念說 可能要存多少 會比較足夠 因為像我 我們學校已經很便宜了 可是我在這兩年之間 各位也花了快300萬 台幣 那當然是包含我的獎學金啦 所以我還是有省到錢 可是一般是300萬 其實是很基本的 所以你說300萬 如果沒有獎學金的時候 就是那個獎學金 花費也是含在內的話 就變成差不多300萬這樣 對對對 含獎學金就差不多300萬 那如果你是在紐約 或者是你在這邊賭的話 我知道是更多錢的 就是包括你的生活費 那我當初來的時候 就是只有存到這個錢 因為我是在台灣工作 好幾年才來的 所以我那時候 就存到這個錢 我沒有想到說我畢業後 我那時候一直以為我畢業後 馬上就可以開始賺錢了 那實際上是像我們做音樂 或做藝術的 我覺得是很難 就是因為你一開始 第一年都是打人脈嘛 那就是我剛開始 我剛畢業在這邊的時候 我是很幸運找到一個劇場的工作 可是我那個劇 那個檔期做完了以後 我就失業了 那對 然後我就開始 找一些教書的工作 可是真的是好少好少錢 我那時候真的是 哎呀真的是失業太慘了 然後每天沒事在家裡這樣 真的很慘 然後因為你知道 也沒認識什麼人啊 然後就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然後對 就是然後像我同學也是 就是啊他們家子一過後 就可以撒錢吧 如果你想要撒錢 也可以啊 有這個經典的 可是我覺得是 如果你要想辦法待在美國 你真的是要存夠錢 然後對像我現在來一年 我還很勉強很勉強 可以打平我的生活費 還有我的房租 就是慢慢因為開始有一些人脈 然後有一些case 可是我知道很多很多人 就是連我學長姐 或者是我朋友 很多很多人來了兩三年 都還是要靠家裡 對然後因為LA真的很貴 就是很貴很貴 對所以就是 而且我們又要有車 對 所以很多工作制 如果你沒有車 他就不收你 對 就是他工作 基本上 對 所以就是真的是 你如果打算留在這兒的話 就是真的是要 想辦法存到錢 對 就避免說這個 畢業後 然後找工作上面 工作不一定是穩定的這樣 對 然後你真的要熱愛生命 熱愛你的 熱愛音樂 熱愛你 所以沒有麵包也可以這樣 那你就來吧 這樣好像把他嚇跑 真的真的 我覺得做藝術 做藝術就是這樣 就是你真的是覺得 沒有這個我不能活 那你就來 對 你要有這個必死的決心嘛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做得好這樣 對 因為真的是就是沒有這個決心 你在這邊就是撒錢而已 說實話是這樣 然後其實連美國人都是啊 你看每年來美國追夢的人 每年來LA追夢的人 我們這邊是LaLa Land耶 對吧 開玩笑 每年十幾萬人可能不只吧 來這邊追夢 幾歲的人都有 對 所以真的是就是你如果不夠好 或者你不夠愛 那你幹嘛來 然後又噴錢對吧 我現在這邊看到 那國有Uber 司機都是演員 都是批評人 都是導演 對啊 大家都Uber 司機 都是餐廳打工啊 大家都來追夢的 真的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勇氣的話 那你就不要來 就是來了也是噴錢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是要相信你會成功 然後你就是一直覺得 這個是一個你很愛的東西 然後你要一直想辦法 make it work 就是你已經噴了這麼多東西 噴了這麼多錢 你都已經搬來著 那你就是要make it work 那能不能也是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運氣啦 就是也是要看 當然運氣跟實力 就是都要有 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厲害的人 甚至學長也美國人 他們實力非常好 然後真的很好的composer 可是他們到現在 現在也都是在當小柱 那也是有人就是 真的是運氣很好 就馬上就 現在已經在做很大的案子 我就有 運氣還是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就是 應該就是說 看大部分人 可能一百個人 可能有三個是鳳毛麟角吧 那其他人就是可能 對啊 這就是這個圈子就是這樣 做藝術的東西這樣吧 我覺得應該有做音樂 做音樂好一點是我們還可以交情 然後像這個pandemic對吧 我們還可以youtube唱個歌這樣 可是我覺得大環境真的是 做藝術不管有沒有遇到這個疫情 我覺得都是很辛苦的 對啊 就是你真的是要真愛你才要做 不然不要浪費時間了 不要浪費你的興奮 真的很多工作可以做了 對啊你這麼健康 讓你又聰明的頭腦 趕快去做別的事情 對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賺到錢 真的不用不用來做硬性 對真的 除非你是真愛 然後你沒有麵包也可以 然後你錢沒有存夠 那你就可以來 那就來吧 可是我不保證成功 對不保證成功 但是我現在我也不 對啊我現在也是剛開始而已 可是至少我覺得 就是我有在軌道上這樣 對所以我覺得還是真的很辛苦 反正就是努力嘛,然後在美國攻讀你的學位的時候,努力建立人脈 然後如果你是CORLA學生的話,你可能現在這個人脈已經有了 如果CORLA成功的話,你就可以勇敢的來到美國,有勇戰 真的很難耶,因為學藝術就是這樣吧,追逐理想 因為你要相信你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然後真的可以幫助什麼東西 有一天可以怎麼樣,如果你只是賺錢的話,很多工作都可以做 對,沒錯 好的 好Sed喔 不會啊,這本來就是這樣嘛,就是你要留學,你要改變 你要到一個新的環境,為什麼要去那邊打拼 然後你總是要想好你的理由是什麼,才能支撐你繼續前進 就是這個,也不是說都很順遂的,這一定很多這個 這個,像你自己也遇到很多這個不順遂的 然後怎麼樣子熬過去的話,這個也是很重要 對,因為我去年11、12月真的很慘耶,就是沒錢到一個狀態 然後就是我所有的收入就是教我的大理情 然後就是真的很可憐,然後到處去哭窮對吧 然後朋友也沒辦法問我,因為朋友都很窮 然後大家都很慘這樣子,對啊 然後像我現在在弄我的Visa也是噴了好多錢這樣 就是到處都是錢啊,那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樣平衡你的生活,可是你要想辦法繼續努力這樣子 對,沒錯 對,可是我覺得真的就是,只要你相信機會就會來了 然後當然你也是要把握機會是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很謝謝Cora跟我們分享 她在美國念書,然後以及現在工作到現在的這個酸甜苦辣 那如果過去我們,什麼? 講到大家都不想來了 講到大家都不想來了 講到大家都不會啦,就是 反正你在台灣其實也是這樣嘛 就是你也是有up and down 那只是放一個環境而已,只是說 因為你在異鄉,所以可能不是那麼即時的有你的親朋好友 就是家人可以支助你,那你可能要自己學會 鼓勵自己面對這些問題這樣,處理這樣 對,也是一種成長過程我覺得 對,因為其實來這邊讀書不是只有讀書而已 就是你可以學到的東西是全方位的 就是你要自己去租房子,那你要自己去 當然我知道如果有些比較厲害的爸媽可能會幫你 但是可能就我而言是 就是我在台灣幾乎沒有在煮菜的 我現在都自己煮菜了 然後對啊,自己租房子自己去銀行開戶 然後自己搞定自己去買車 然後自己去算要怎麼弄分期付款 然後比較便宜對吧 就很多東西是你沒有想到的學習 可是這個是一個很,雖然都是一些挑戰 可是你經歷過這麼多以後 你就會覺得這些都是值得的 就是至少在個人的成長上 我覺得真的是很大的成長 真的,我也這麼覺得 就是我覺得我個性也改變很多 就是在我來之後 然後就會覺得很多事情 其實台灣真的是太小了 我們想到的事情就只是一些小小的煩惱 可是你在這邊大環境 你看我現在也沒有什麼醫療保險對吧 也沒有什麼很厲害的 可是你就是會覺得好像 就是也還是可以生活下去 就是 人是會適應的 對,就是真的在個性上 百變我很多 然後真的就是很大的成長 不是只有在學業上面 對 沒錯 所以這個 如果大家想要再看到下集 或者是更多CORLA的分享的話 那就要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這個 你就分享給你覺得需要這樣資訊的人 然後如果你就是有開啟小鈴鐺的話 就是我們有新的CORLA影片上的時候 就會馬上出現這樣子 出現在你面前 不會錯過任何 那我們可能下一集 也許我們可能會找CORLA錄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以講一個 美國攤定學位 就是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學位期間 那可能更細細的去講這一些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期待看到那樣的影片的話 就要繼續關注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CORLA 好,大家拜拜 拜拜 然後是因為我就是一直拜託我們主任幫忙 對,所以後來才簽到線 所以我才可以去那邊實習這樣子 就是光當一個小實習生也是 算是夢想成真這樣 真的 對啊,就是你可以去那個studio 然後就是看到那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在台灣讀配樂都沒有辦法 對啊,就有那種朝聖的感覺這樣 對啊,就是你可能你身邊只是一個小咖 可是你每天可以去 然後看他們是怎麼工作 然後看他們看那些很厲害的studio 你就會覺得很好 然後激勵自己這樣 有一天我也要來這樣 對,有一天我要有自己的工作室 在Santa Monica這樣 不錯 手中華 也不打分 你這樣不打分 你這樣的話